这是我们之前玩过的三国滑龙道和数字滑龙道 一个是五成四的棋盘 一个是四成四的棋盘 都很有挑战性 那么最近呢 我居然发现 有比它们更有挑战性的动物版滑龙道 名叫丛林逃生 它有七成七的格子 我们要控制这个旅行车 从动物的包围中逃离 听起来玩法和三国滑龙道好像是一样的 但是看这里 动物它是只能前后移动的 只有一些特定的块可以前后左右移动 总共是六种动物放得满满当当 大象 斑马 犀牛 黑斑铃 熊狮 母狮 等一下 熊狮 母狮好像是同一种动物 那么这五种动物呢 只能沿着它头尾方向在棋盘上移动 而不能这样横向移动 还有最后两个二成二方格的 一个是我们驾驶者吉卜车 一个是白蚁丘 它们都可以前后左右移动 配了五十张皮卡 有初 中 高 专家级四种难度 这些臭鱼烂虾我们就不玩了 直接上专家级 像是衣冠 摆好了 旅行车在这里 出口在这里 那应该是这样出去吧 先把这边的给它移走 往上 但是这样 因为这个动物它不能横向移 所以这样应该走不了 那先把 这边的给它移掉 把这个往上 这样就空出位置来了吧 这样就上来了 然后应该 这个 再往上 往上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也不行啊 这里还差了一个格子 它占了三个格子 这是出不去的 所以这个大象只能放在下面 放到这里来 我看一下 这个要上去的话 这个还要再往左走一个 它要往左 它就要往下 它要往下 它就要往回 这是一个循环啊 我看一下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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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如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